我们带您持续追踪这个劳动部的霸凌事件 沈宇荣现在出来道歉了 但是外界不买单 而且现在发现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样的霸凌 居然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时间 之前不是有说成情性至少有150封吗 现在公文被揭露出来 这个6月的时候就有人去成情了 但是居然可以层层压下来 我们帮您整理到这是投诉的公文 日期是在112年的6月8号的时候 当时候就有成情性基层反映说 这个谢宜荣他的态度似乎是有一点不好 而且有一点霸凌 不过在这件事情之后 居然这成情性就石成海底 而且还开了一场秘密会议 这场会议是谢宜荣 把这个成情性的内容拿出来跟大家讨论 而且他是公然的说 他的领导风格是不容置会的 而且提醒所有他带领的下属 都说你们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强 而这个日期刚好就是他才上任三个月的时候 才上任三个月的时候就开始爽完威了吗 好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一整份的爆料 其实是来自于新北市议员李宇祥 他接获了这个爆料的会议记录 他说其实这个陈情书送上去之后 在牢发鼠就被直接打回了北分鼠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陈情到上面去 所以上面根本就不知道直接被压了下来 然后在这个会议上面 谢宇荣除了讲了刚刚这两句很强势的话之外 还用烤鸡来威胁大家不得陈情 甚至以会议记录的方式 白纸黑四全部一字一句记录下来 所以可见谢宇荣根本没在怕 到底是多有恃无恐背景有多硬呢 好不过现在又有北分手的基层员工 跳出来爆料了 说其实谢宇荣是间接霸凌者 这背后还有一个直接霸凌者 可似乎这个风头被轻轻的放下 来看到是谁 这个基层员工就爆料说 其实直接霸凌死者的不是谢宇荣 而是在客室的直属长官 因为他说谢宇荣很少跟基层做互动 不过霸凌对象就是他的一级主管 以及约聘人员 常常会对这个亲身的死者提出 不理性不合理的要求 导致主管要回头来苛刻基层 不过这还是没有办法来说谢宇荣 就完全没错 他依然是责无庞贷 毕竟他带领的是北分手 而且他的态度的确是让人家觉得无法置信 尤其他是在昨天的道歉影片当中 是全程到尾都假装悲痛 但是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下来 所以大家都觉得他似乎非常冷血 所以现在包括了时事评论员 也都要出来说看不下去 黄泳明就说谢宇荣所拍摄的道歉影片 这里头内容没有写到 他会欣然接受考机会的决议 也没有坦诚自己的错误 也没有说自己跟霸凌事件有关系 一切都在撇清 所以显然这个谢宇荣未来会继续来上诉 而且申诉之后会打后续的官司 还有谢寒冰他也说了 他说这个谢宇荣的影片 真是从楼到尾假到不行 哪里有道歉 哪里说了对不起 不断在推卸责任 而且没有承认霸凌对方 看来谢宇荣根本这件事情 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错 现在包括了这个火 除了谢宇荣之外 还烧到了他的委任律师身上 因为他的委任律师帮他做辩解 包括帮他发了声明 外界就会觉得说 在帮助谢宇荣是坏人 但是这个委任律师他也是满倒霉的 他叫吴俊达 他说现在要让大家失望了 因为这三天他真的是忙到翻掉 所以不明来电打爆他的电话 就是要骂他 不过他一通电话都没有接 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自诉 他说这一次是遇上了超级台风 所以他必须步步为营 还是要对自己的工作来负责任 不过律师李一珍他现在就说 如果这个道歉影片 你这个律师真的看过的话 真的是啼笑皆非 如果是他自己当他的委任律师的话 他一定在现场把他骂到哭 怎么会把这样的影片流露出来 律师你如果确认过这个影片 还让他流出根本就叫做提油救火 好不论这一些有关于这个霸凌事件 现在是烧到了各公务单位 不只有劳动部 包括了卫福部 集管署等等 都出现了霸凌事件连环爆的迹象 所以公务人员这一次的亲身 是引起了大家的公愤 现在民众党就要举办了一场大游行 反霸凌大游行就在12月7号的时候 他们要从下午2点钟 从劳动部这边来出发 诉求就是反霸凌要真相 反血汗要健康 护劳权要工会 包括了这个公务员也应该要有保障才对 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个这个游行 要让民众可以为劳工来发声 这起事件呢中天基本团队也有走访街头 问问看民众的看法 这有民众说其发生问题 当下就应该出来面对 谢怡荣你应该要承认错误 不然真的很没有诚意 还有人傻眼说 谢怡荣你身为劳动部的主管 公家机关自己知法犯法 叫人民要怎么相信这个政府 我非常非常的自责 我必须要跟大家 尊重的道歉 挤了半天挤不出一滴眼泪 眼泪挤不出来看了好难受 恶心要眼就请眼全套 别只是滴几滴眼泪 就以为能换别人的尊严与生命 我要尊重的跟家属 抱歉 对不起 我没有保护好 你们的孩子 讲保护我真的要吐了 你不就是加害者吗 是要保护啥 你只有保护好你的特权吧 发生问题的当下 第一时间就要出来面对 然后诚实解决 他迟到了 晚了几天不太合理 第一时间出来道歉的话 会比较有诚意一点 会觉得很没有诚意 他应该要当下马上 承认他自己的错误 等那么多天后才道歉 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说没关系的话 第一时间会站出来去撇清这件事情 或者是自己有什么证据来去推说 这件事情真的跟我没关系 早点出来不就没事了 不出面只自拍影片 道歉毫无诚意 一切都太晚了 现在是看他们要怎样处理这件事 让一般的百姓怎样会再看 看他们到底是怎样处理 他也是要看明天到哪里 他们才有办法去获取的动作 如果明天烧起来了 你不扑灭没办法 如果都烧不起来 还蛮多的啦 一般的很多啦 你没看到的地方还很多 只是我们看到的是一条点 一切的规定是他们在规定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感到就好 美眼就是没有很有诚意 他是加害人耶 他根本就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 不可原谅 我觉得他出来的太慢 然后台词都是想好备好拧好的稿 就不太有诚意啦 我觉得对家属没有一个交代 我相信不管是在什么部门 大家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身为一个主管职啊 大家都是出来工作的 何必这样子 是要把人家逼到死呢 也没必要吧 而且他是劳动部耶 他专门处理这个案件 难道他不懂吗 他很讽刺耶 他自己本身是处理这个案件 他怎么可以去犯这个法 那叫人民怎么去相信这个政府呢 你能真的就是拿着良心来 这把尺来帮我们办理这些案件吗 我们刚听到 其实谢宜荣他在6月的时候 就有人陈情说他有问题 不过他不但没有检讨自己 还说领导风格不容智慧 现在台北市长蒋万安 被问到这件事情 也做出了最新回应 谢宜荣啊 去年6月就有基层反映说 他的领导风格有问题 但是他不会说领导风格不容智慧 民主时代哪来这么大光位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大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